还给你 我不当家了 啊什么还给我啊 100 对啊 你还想要多少啊 你不当家了 你把100块钱还了给我啊 嗯 可是我给你的时候是多少啊 3000 花完了呗 花完了啊 对啊 你才当家几天啊 你就把3000块钱花完了 这家不好当啊 花钱花的好怪 你都知道家不好当啊 那你以前非得要当呢 拿3000块钱给你当家 几天你就花完了 现在只剩100块钱 你就不当了 你要不要吗 不要 你也得当家 我不当了以后 你不要拿钱给我了 反正你继续当啊 反正3000块钱已经给你了 而且当初你说好了 你很想当家 你一直想当家 一直想管钱呢 我现在不想管了 我觉得当家有压力啊 当家有压力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现在你才说 那我现在知道当家是 是这样我就不想当了 那之前 花钱花太怪了 之前不给你当的时候 你觉得啊 我当呢 我每个月都有那么多钱 啊 你现在给你当了 你就 说压力大了 花钱花的太快了 总是不够花 都没到一个月就花完了 不行啊 那这个月你也 先把它当完啊 只有100块钱怎么当完啊 现在才10多号 那你拿还给我 你让我当 我怎么当啊 100块钱 我也当不了家呀 现在100块钱都不给你了 你自己想办法吧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蛮横无理呀 花完钱了就不想当家了 你钱都花在哪里了 3000块钱了 3000块钱啊 对啊 你都花在哪里完了你 阿乐花钱了很呢 我感觉我都没有花 他就直接没有了 感觉你没有花 应该是丢了吧 应该是放包里面 拿来拿去 然后就掉了可能 我感觉我不能花那么快吧 这几天就花了2900 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啊 我当家的时候 你觉得我有很多钱 你也想当啊 继续给你当啊 你不要拿还给我了 哎呀我现在不想当了吗 还给你了 哎必须当 反正你花完你去 后面的这个生活 该怎么弄你自己想办法吧 我没有办法 你这个月的生活费 要怎么弄你自己想办法啊 我也没有办法了 我的钱都已经给你完了 3000块钱是不是 那我也没有办法 你没办法 那我有办法吗 那你去借啊 为什么要我去借啊 你想当家为什么要我去借啊 你自己想当家的 那我就借你还好了 你这个人怎么会 这么无理啊 我去借你还不还吗 不还 这个月我当 然后我就借啊 下个月你就当家 你就把这个钱还了就可以了 这样我就愿意当这个月 那下个月我帮你还了 那我当家 我要怎么当啊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当 就想办法啊 我也没有钱当啊 那下个月 非得想管钱吗 你不是很想管吗 你不是很想当家吗 以为你有这个钱 你分配 你就会很分配啊 是不是 我是很会分配啊 你很会分配 你把钱都分配完了 你用什么 什么都没有花到 控制不住吧 谁让我身上有钱呢 你身上有钱你控制不住 那你还想当家干什么 那我现在不当了呀 我都给你说了 我都还了 你一百了 你又不要 还我一百 你都拿自己拿放礼包了 你说你还我一百 真的是怎么有你这样子的 那一百也做不了什么 就直接给我了嘛 那你让我当家 你让我怎么当啊 我都没有钱 你想办法 我不当了 这个月的 这个月的生活费还可能 要过完这个月 可能还需要两千多块钱呢 是吧 可是你全部的花花只剩一百了 你说怎么办 你去借啊 借了你就当啊 我不当了 以后我都 以后我都不问你要了 我真的是对你很无奈呀 我怎么了吗 对你无话可说啊 我怎么了吗 你怎么了吗 你自己知道啊 是你赚的太少了 就你这样 你还想当家 还嫌我赚的太少 那我当家的时候 我怎么够用啊 家里怎么够用啊 那我怎么知道你啊 你 你老是不给我花 肯定是够用啦 还给你花那还得了 叫你这样子花钱 几天时间就花了三千块钱 你是对你无语了 我这个月我不当了啊 我不当了 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当了 不知道怎么说你的 Lord altitude 是 的 150